大家好,这里是思维密码,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哪种养生方式的性价比最高? 评论区内有一名网友简单回复了四个字,却赢得高赞,好好睡觉。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的时间被塞得越来越满,精力不断被分散, 睡觉似乎变成一件不得不做的鸡肋事情,连带着睡眠时间也被不断压缩。 殊不知,在忙碌生活里,好好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 人到中年,好好睡觉,就是赚榜。 1.睡眠债正在拖垮你的身体。 前几天和邻居阿姨聊天,得知阿姨前段时间去医院检查身体, 发现体内长了好几个结节,其中一个肺结节足足有3.5公分。 医生建议做手术,并叮嘱阿姨一定要注意休息,规律作息。 阿姨这才想起,自从自己退休后经常晚睡,想着第二天可以补觉,对身体影响不大。 可不管怎么补觉,反而越来越疲惫,晚上也睡不安稳。 可见,我们熬的每一个夜,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只能用健康去偿还。 央视名嘴白岩松曾在年度演讲对白中坦言,在他年轻时,因工作压力大,饱受失眠的折磨,数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现在已经走出了阴影,并且还在那段时间,通过阅读和写作,获得了不一样的感悟。 但回望这段经历,他直言,命可不要这些感悟,也要一段健康岁月。 古人有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睡觉这件事看似简单,但若是不去好好对待,敷衍了事。 日积月累下来,睡眠负债带给人的危害将会隐秘而持久。 36岁清华硕士因连日熬夜加班,在马桶上猝死。 22岁杭州女孩因加班熬夜猝死。 新闻上,类似案例数不胜数,就像化则子愿在《为什么精英都是时间空中》所说, 一天之中的疲劳就在当天消除掉,不要让压力和疲惫过夜。 或许在不少人看来,白天我们总是被生活推着走,而夜晚熬过的夜,多出的时间都是赚到的。 殊不知,你熬出的这些时间正在翘无声息地透支自己的健康。 二,好好睡觉,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理查德,布兰森是英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 他从一间电话亭般大小的办公室白手起家,创办了维珍集团。 最终,他的商业版图便及航空、化妆品、铁路等领域。 谈及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坦言自己不管多忙都会尽量早睡,并在早上5点45左右起床。 而这也正是他高效工作和平衡生活的秘诀。 他对睡眠的精准控制确保了他充足且高智的睡眠。 而这充足且高智的睡眠又确保了他可以有足够的心力去迎接生意场上的挑战。 好好睡觉,是休息,也是蓄力。 不仅仅在商界,包括体育圈内,不少顶尖的运动员都很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 亚洲飞人苏炳天为了拥有高质量的睡眠,每天晚上10点上床睡觉,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 即便在这样网络发达的时代,他仍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 这也使得年过三十的他,在竞技场上的状态,依然不输那些九五后,零零后选手。 天才少女古爱玲,18岁被斯坦福大学录取,19岁夺得滑雪项目的奥运会金牌。 他直言,每天睡够十小时,是他能量充足的根源。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自传散文《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这样评价自己。 除了早睡早起,我就是个普通人。 起先是我们造就习惯,后来是习惯造就我们。 或许就是对早睡早起近乎刻板的坚持,让《村上春树》拥有了如今的巨大成就。 七四岁依然高产,作品年年都登上畅销榜,受全世界读者喜爱。 早有研究调查显示,在我们处于深睡眠状态时,大脑中的脑脊液会大幅度扩张约60%,以更好地清除大脑的代谢废物, 使我们的身体更好运作,让我们在第二天神清气爽。 听过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睡眠是身体活力的源泉。 好好睡觉,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睡眠的重要性,想必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任何人倘若有几晚没有睡好,都很容易烦躁难受,坐立难安。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好好睡觉,并不只是一句空空的口号,而是一生中最高级的修行,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一个能掌握自己睡眠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你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像前中书书里写的那样,一呼睡到天明,觉得身体里欠些全服的疲倦,都给睡眠孕平了,像衣服上的褶皱褶痕,经过烙天一样。 人到中年,万事不由己,但身体是我们自己的,睡眠的掌控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怎样才可以轻松做到早睡早寝呢? 不妨看看人民日报整理的八招式压法,教你拥有健康轻松睡眠。 一、按时就请,不要打破日常睡眠习惯。 二、睡前不要进行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要避免剧烈的运动或者体力劳动。 三、睡前梳头。 这可以按摩头皮,疏通下血液,促进入睡。 四、睡前使用温水泡脚。 这可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有利于我们进入睡眠。 条件允许,还可以泡个热水澡。 五、睡衣要干净,宽松。 被褥要保持干净,经常晾晒,以保持干燥和舒适。 六、不要故意给自己加压。 压力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会在不经意间,给自己施加许多不必要的压力。 为孩子没有考上第一名焦虑,为自己的身材或是容貌焦虑。 七、学会宣线。 如果觉得自己压力过大,可以去找心理医生,也可找朋友倾诉自己内心忧伤愤闷。 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大喊或是放声大哭都是不错的选择。 八、对待病痛,心态要端正。 人到中年,各种令人头疼的小毛病,好像一下就冒出来了。 眼花,记性差,腿脚不变。 如果上网搜索,往往是眼盲。 奥茨海莫症这些令人恐慌的病症,心一下就乱了,又怎能安稳入睡呢? 面对病痛,不要惊慌。 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他们,我们才能拥有安稳睡眠。 法国作家福尔泰曾说,上帝为了补偿人间珠般烦恼事,给了我们希望和睡眠。 让我们用睡眠去抚平生活琐事,带给我们的褶皱。 以更平和的心态,去应对生命中的挑战。 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中,行至中年,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就已经是胜利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分享,及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